聖經一甲,我們的使命,聖靈更新,活出聖經,合一榮神。 星期四人物,什麼是敵基督?以下是定義什麼是敵基督? 敵基督是一個在基督教中出現的概念,指的是一個假無基督之名宣揚假教義的人,或者是一個迫害信徒。 違背道德,破壞世界禍平的邪惡之人或團體。敵基督的原文是Antichrist。 這個詞有替代基督或反對基督的意思。敵基督的意思不是敵黨基督,而是替身基督,將是彌賽亞的替身。 因此他會聲稱能夠給世人平安和保障。但實際上是撒旦的工具。 敵基督這個詞只有在聖經的洗圖約翰所寫的書信中出現過五次。 但在其他的聖經書卷中也有類似的人物或形象。 例如啟示錄中的兩個獸,或者但以理書中的巨人像和四獸。 敵基督的出現是基督教末世論的一個重要元素,被認為是撒旦的代理人。 會在每日前引有世人遠離上帝,並與基督的王國作戰。 敵基督的身份和特徵在聖經中並沒有明確的描述。 不同的基督教派別和學者對於敵基督的解釋也有所不同。 有些人認為敵基督是一個具體的人物。 有些人認為敵基督是一個象徵性的符號。 有些人認為敵基督已經出現過。 有些人認為敵基督還沒有出現。 問題如下,敵基督在聖經中的語言是什麽? 敵基督在聖經中的語言是指在末世時期。 會有一個假冒基督之名,宣揚假教義,迫害信徒。 違背道德,破壞世界禍平的邪惡之人或團體。 回答問題以下四個重點。 第一點敵基督的原文是Antichrist。 這個詞有替代基督或反對基督的意思。 在聖經中,只有約翰的書信使用了這個詞。 共出現了五詞。 約翰將敵基督定義為否認耶穌是基督和否認父親和兒子的人。 約翰也提到,敵基督不只是一個人。 而是有去多敵基督的人,他們已經出現在世上。 並且會在末世時期更加增多。 第二點敵基督也被稱為受惑那人。 在啟示錄和但以理書中有更多的細節, 敵基督將會是一個具有超凡的政治、 軍事和宗教的權力和影響力的人物。 他會與一個叫做假先知的人合作, 建立一個全球的暴政, 強迫人們崇拜他和他的形象。 並且在右手或額上接受他的人記, 也就是受的名字或受名的數目,即666。 敵基督會對抗神的子民, 特別是以色列和基督徒, 並且會在耶路撒冷的聖殿中稱自己為神, 停止猶太人的祭治, 並且設立一個可憎的偶像。 這被稱為那行毀壞可憎的事。 第三點的基督的統治會持續七年, 這段時間被稱為大災難或瓦角的患難, 是神對這個墮落的世界的審判和結證。 在這七年中會有許多災難和奇跡發生, 例如戰爭、地震、飢荒、瘟疫、天體撞擊、 血水、黑暗、大火、黃災等。 敵基督將會在這七年的中間, 也就是三年半的時候, 展現他最大的邪惡和蝕毒, 並且遭受一個致命的傷害, 但事有奇跡搬地復活, 使全世界的人都驚奇跟隨他。 第四點敵基督的結局是被基督親自消滅。 在這七年的沒了,基督會再次降臨。 遜靈天上的縱棍,與敵基督和他的軍隊在一個地方, 叫做哈密吉多頓的平原上膠戰, 這場戰爭被稱為神戴能的戰爭。 基督會用他口中出來的利劍, 就是神的話,擊敗敵基督和假先知, 並且將他們活活榮在火湖裡, 這是永遠的刑法。 然後,基督會建立他在地上的國島, 為其一千年, 這被稱為千禧年。 聖經吉甲邀請大家, 分享、讚好、訂閱、留言、 影片員結祝福大家。 今晚了。 今晚了。 有。